好,看起來差不多,大概這個撇比較直一點 然後寫了瘦瘦長長的,這裡做一個生長 這是基本的外型 寫了瘦瘦長長的,撇不太長 那這樣就夠瘦了 撇那個點也不太長 撇撇的很直 這裡要拉長的話,有點長度 其實這個點,我們看這個點 跟這個點,你覺得差別在哪裡? 差別在它有沒有接觸到橫畫 這很微妙,有時候那個點不一定要連到那個橫畫 不連橫畫它會長得比較高 看起來長得比較高 然後這樣看起來還是四歐唐本比較虛實相間 看起來比較好看 有時候我們會把字寫得有點隱晦 所謂隱晦就是沒有你想像中寫得那麼的清楚 那個的目的啊 是希望造成一種視覺上的感覺 感覺就是讓它覺得有點朦朧之美 我們可以把它做得很缺失 我們卻沒有做到 那有時候是故意的 這個斬 斬跟一不一樣的地方在這裡是橫畫伸展 撇出去 這裡看出來也是橫畫伸展 撇 那這個點還是跟那個一字不一樣 寫得很長 那等於這樣看來這個字有點像三角形 上面比較窄 那這個就不用寫太長 然後下面比較寬 然後間隔一致的情況下 它希望做到這個比較長 然後下面這裡開始做姿態 撇從下方撇 那這個長點還是伸出去 離 離的已經完全模糊了 我們來看一下其實它寫過 九成功寫過 好那我們來看這個 其實這個切齊我一直不是很喜歡 我喜歡這樣有點 這邊比較長一點點 這個橫畫比較短一點點 那切齊的因子要是因為它橫畫實在太多 你就數一數它的橫畫實在太多了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 不過我倒是建議還是不要切齊啊 短一點長一點其實都可以接受 就是不需要真的切齊 那是有時候就是麻煩在這 因為這是後寫的嘛 那後寫的話它萬一長一點剛好切齊 你也沒辦法 因為只有一個字我們就不能證明 如果它每一個字都切齊了 那表示它習慣切齊 可是有一個時候一個字就不能作為代表 你要看其他的類似的字型 那其他類似字型比較少 你要寫一寫 其實都快切齊了 只是維持一點點一點點 好後面稍微重一點 他習慣後面細到粗 就比他多一點點就好 粉 粉看起來就覺得它很窄 它比較扁 不過兩個這樣寫都很好看 自己挑一個你喜歡的 右邊的上面會比較短 那左邊的會比較高一點點 那當然在粗細上會故意做得有點不太一樣 那火起來撇 撇短 然後那這樣 那長 香 香這個筆畫很長 這非常長 這比較短 然後這個伸長有這個就縮短 然後這個縮短有這個就伸長 它是有在配合誰是主筆畫 我剛才說這邊是深長的 然後這邊是縮短的 縮短的又再寫這一個 下面的木的時候這個縮短的 這個又是飄長的 香 讀 讀 看不太出來 這個比較清楚 我有集過了 大概長這個樣子了 因為這裡 其實這個字可以做佐證 也非常漂亮 是不是寫得太誇張了 上面的筆畫一定是 樹畫一定伸得很長 所以它的習慣 那橫畫就不能伸太長 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是兩個部分拼起來的 所以它看起來比較寬 所以你自己必要寫窄 不然會支真的會整個散掉 不要黏住隨便 其 其 其 比較奇怪是這一點 這一點感覺沒有黏住 它是把它黏住的 一個是側點一個寫點 這看不出來 沒什麼參考價值 我們來看 這一個是斜的 這是平的 這每個刻的都不太一樣 這是比較平的 每個都不太一樣 這都很難判斷到底誰是最正確 第一個 還是以絲肉糖本為主 然後有點斜度 這裡面我不喜歡 因為它這裡面的點 點的有點小 看起來有點擠啊 有點擠 好 那這個束縫 怎麼樣 都是拉長 就是做一個支撐點 在鍋前